欸 你那個魯貝券快過期了 4月底之前要賣光了 是喔 什麼時候 錢不是錢喔 台灣 阿廷 很便宜 最近電車一定很輕耶 今天又收一點回來 沒有 上次沒有 收起來是不是 又到了一年一度 報名我們比賽的時間啦 去年的賽事我們參加了一場TKC 那今年TKC我們就參加全年度 好不好 我們還是一樣以新手的姿態就是出征 這次是111年4月23日 兩天在永安卡丁賽車場 那這次就是我們的抬頭叫做 永安山豬杯啦 第三節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就是 他今天此時此刻正式報名 參賽 從我決定要參賽到竟然已經瘦了 3公斤了 3公斤 那你上次比賽到現在你忘了幾公斤 四十幾啊 我的天啊 好累 好啦 就這邊 你們看一下 來玩卡丁賽車場 報名表 那這次也開出了非常多的組別啦 對 我們組別有 有一個Rotex Micro 就是我們講小朋友的組別 再來就是MAX組 有分Junior跟Senior 跟金手組 還有Master組 基本上這四個組別應該會一起期望 所以一定很刺激 所以MAX組永遠都是最刺激的一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全部都設計那個方便說 哇 那第一組的部分 有Senior跟Master 那還有一個B組 就是這次比較新開的組別 之前是沒有的 就是 那一次就是新手組啦 讓這個門檻稍微降低 讓大家參加這個比賽這樣子 對 這些人數又會再度提升 對 因為第一組本身它其實是速度再稍微快一點 所以 如果你完全新手直接參加比賽 大家是考量到有點危險性 所以我們就把SeniorMaster 放在一起 然後有新手組的B組再拆開 所以這次一定非常好看 再來就是TKM 100cc 再來就是限流組 限流組就是 一樣它是MAX的引擎 但是它就是有電腦限制 它比較慢一點點 比較 女生來開啊 或什麼都可以參加比賽 所以這個活動 這個運動是男女老少不居啊 你看這些五六十歲的大叔 都還在開這個比賽 你會看到就是 還有小朋友 對 就是有青少 就是真的是青少年跟高中生 對啊 沒有還有更年輕的 還有六歲八歲的 還有六歲八歲 對啊 好不好 這一次就歡迎來幫我們加油 開一下這個比賽 我們透過影片給你們的呈現是 我們把它比較濃縮跟精華 那現場會看到就是技師啊 很忙碌啊 或者是車手們很緊張啊 有各式各樣 你們可能透過影片看不到的 比較真實 比較real一點 去場上 因為場上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有翻車的啊 有撞別的啊 有嚇一跳 是不容易撞我 說認真的 我們這樣子 上最第一次買考驗車 是去年五月的事情 你總共現在目前是 參加兩場比賽的比賽 三場 TK是一場 TKO是一場 然後個人會壓背 那你記得你們那時候 第一次 我訪問你說 你要參加比賽的 你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我看還是要站上班降臺嗎 其實要拿手椅子 沒有啊 沒有冠軍就不要回來啊 為什麼 哇 你說沒有很大 你也不要回來 我一直沒有回來啊 你說 你位置都還在外面啊 為什麼他自己就不要回來 然後有一天我問他 我就說 那你這次三豬杯 你打算拿怎麼樣的名字 那你記得你跟我出來嗎 不想跑啊 你說 競爭力啊 就是 是為什麼 因為台灣高手還是比賽 對 因為其實賽車是個毫秒的遊戲 就是它每天都在地 撥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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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今天去這天車也是 算突小小突破啦 因為之前有稍微卡圈一陣子 因為人都有瓶頸嘛 這有點瓶頸啦 那這次的 有再進步一點秒數 其實幅度蠻大 其實就找到一個自己的方法 但是 這真的很現實啊 你慢就是慢啊 慢就是胖啊 重就是腸啊怎麼辦 車就射不出去 要不然怎麼辦 彩虹門的車就不會腸啊 啊 這讓我比較驚訝的就是 你的心境上的變化真 嚇到 我說奇怪 第一賽是不是信心滿滿嗎? 怎麼在問的時候已經 我覺得我要載就好 但是其實說真的 這個完賽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大主有三十幾台車嘛 前段班就是完全可以出過比賽 弄準自己的人 那中後段班就是搖滾區耶 有啦 我有發現完賽這件事情 哇 超難的 因為上次你連三場 三場都被 都被踩出去啦 還有我們載到的左後方 我們的總幹是停在路中 它非常的苦惱 它現在真的非常的苦惱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它沒有什麼 總幹是魔咒是不是 它真的還蠻可憐 對 啊 但是比賽嘛 什麼事都會發生 你自己開完要開得好就算了 後面還 你還要防範 後面飛彈 出去 好 那再一提就是 反正我們卡丁車影片 其實我們認識人員是像很多行李啊 他做得越來越認真了 是啊 那就是 所以開始不認真是不是 蛤 應該說我們希望 嗯 沒玩過賽車的人 可以看到我們的影片 你可以感受到 哦 原來賽車是這麼回事 但同時 懂賽車的人又覺得 欸 難怪還有 這樣一群玩賽車人 然後 確實也覺得有趣 然後有 就是2點啊 這個表現出來 嗯 那 就是平常有在看我們影片的車手 好不好 那個翔 對 然後那個 這次 這次比賽啊 就是 會希望說我們可以去訪問 各家車隊的車手啦 不管你是 當家車手 還是來參加比賽運動的車手 都沒有關係 歡迎嗆聲 對 因為賽前總在嗆聲 F1記者會都要嗆聲 主要是希望就是 讓 熱露一點 對 也讓大家都可以認識說 啊 台灣還有這麼多厲害的人 對 那 現在不 就不疑一點名 但是到時候就可能就標記你們了 就是 台灣最速王啊 或者是其他的 韓棒車手啦 招牌啊 明星啊 或者是 一些年輕的弟弟妹妹們 其實有一些 年輕人真的跑得非常棒 大家真的是追不到 完全就是追不到 對 還有 還有那個 之前有幫忙測試 阿斯拉 台灣打造的阿斯拉嘛 嗯 就是有一個YouTuber打造 非常棒 嗯 那我覺得這些車手是很專業的車手 嗯 我們希望可以訪問他們 讓大家認識他們 對 我們在三處杯的 呃 練習之類的 時間 然後我們去 對 我們看到我們不要閃啦 讓我們訪問一下 對啊 就是各個車手 可能 我請一些同號來表記一下 然後再麻煩 大家來報名一下 不然你就視訊我們 希望你們可以同意我們 采訪你們 分享這個 緊張刺激的賽事給大家 我覺得是很棒的 超棒的 好 那就是 以上的影片 那我們之後還會有 比賽的影片 那大家進行 期待 OK 勘賽 確認 付錢啦 好 轉賞轉賞轉賞 馬上轉賞 報名片是 裴葬付錢 付錢 好 好不好 GO